这个薪资结构还会造成整体这个社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 可是资本主义社会 现在的资本主义跟理想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一样的 理想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叫做 所有人的资本主义 现在变成什么呢 变成经理人的资本主义 这个所有人不是说所有的人 是说公司的所有人所有权 为什么会有股票股东这个制度呢 事实上你如果买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你就等于他的老板之一 你有权去干涉这间公司的行政 你有行政权 所以开股东大会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收集授权书 所以你基本上是这个公司老板 你去开会你可以决定一些事情的 只是说你的股份太少 你的影响力可能非常低 就这样子而已 如果你是巴菲特 那占股50%以上的 你就等于是这间公司的老板 所以你是有所有权的 然后呢真正的投资是怎么样 真正的投资是说你很认同这家公司 所以你去买他的股票成为他的股东 然后呢你有一些权利可以去干扰 干预他的行政 干预他的公司的营运 然后让他朝你想要的方向前进嘛 所以巴菲特他真的在做的是投资的事业是这样 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是大部分是做投机 就他买了股票之后他希望股票涨 然后卖掉赚那个价差 至于公司经营的怎样 他完全没有兴趣 他完全不管啊 所以呢他就等于把经营权交给谁 交给这个人叫做经理人 公司的CEO总经理 总裁这些人 他把权利收给他了 对啊 所以公司变成是经理人在负责的 啊经理人就是希望什么 朝短线嘛 他就是希望可以赚到选择权嘛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炒股 啊都不认真经营这些公司 所以这些公司就会变成 很容易倒掉 这就是所有人资本主义 变成经理人资本主义啊 啊用到我们民主社会的结构也一样 对啊 我们都在讲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 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要以民为主啊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民都有投票权嘛 所以我就等于这个国家 这个政体的主人之一 老板之一 因为我有一点投票权 我有股东 我有股份 所以我应该可以决定 这个国家朝哪个方向走 啊我要很认真去参与 去开股东大会 就是要去投票 可是现在变成怎么样 变成政党政治啊 就好像这边 有买股票 有股份的人 他完全不管公司的治理 他说我把这个决定权 全部交给经理人去处理就好了 现在也一样啊 我不想要管国家的事啊 我就是让政党去处理就好了嘛 我只要选说 我到底支持蓝的 支持绿的就好了嘛 投票到底要投给谁 不管啊 反正我就投给蓝的 这个蓝的就会帮我处理 或者是我反正我就投给绿的 你完全没有想要参与公共的行政啊 对啊 然后呢你就会变成把这个权力交在少数人的手上 万一这个少数人有问题 那就完蛋了 你万一交到一个经理人 那个经理人是 有问题的贪污的 那你这间公司就完蛋了嘛 所以国家也完蛋了 那个公民不服从 这个亨利索罗写的 他说投票 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啊 理论上很好 大家都可以为国家的走向 出一点意见 来来做决定 可是实际上投票的人不是这样子想的 投票的人想说 我这一票也没有多大影响能力啊 我就继续投啊 投又不投也没差 反正也不会因为我一票改变什么 就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一点都不关心政治 一点都不关心国家 会去投票的人就等于 承认自己的力量非常微薄 他只要稍微去投一下 他就尽到公民的本分了 其实真正要尽本分不是用这种方法 要像梭罗这样子 到处演讲 然后说政府的坏话 或者像徐老师这样子 每天一直在YouTube上面 然后再跟大家说 我反金融业 反保险 这样子才算是真正的 对政治的参与 对国家失误的参与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可是民主政治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什么 人民的水准要够 公民的水准要够 对啊 所以梭罗他也不是说 要让每个人民自己来做主 他说要等到 这个人民的智慧够的时候 那个国 那个整个政治才会再朝向一个 更好的政治 比民主政治更好的一个政治 可是目前没办法 这是一个权宜之计 在大家 还是这样子愚民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透过投票来处理 就只能透过民主 只能透过政党 还要办怎么办呢 对啊 这大部分人就是盲宠 所以这种薪资结构 你可以去把它推演到 这种权力的结构 就去摘叶 就说了